书写会感染艾滋病吗?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张鑫 显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感染科 主治医师 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 陷血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 那么确实是在上个世纪 我们国家有一些集中爆发的 一些村子 整个的村民可能都是因为陷血 而感染HIV了 相信大家可能也听到过相应的一些报道 那么为什么在上世纪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因为当时的这个采血 咱们国家的统一管理却是监管不够 那么底下有一些黑血栈 它在采血的过程当中 它进行的是成分采血 那么当时也有口号 村里头人说要想负就去卖血浆 包括采血的点 它也是共用一个采血器 他们怎么来进行这个卖血呢 他们是把这个血采出之后 他们只采这个血浆 把血细胞又回溯回去 而且共用这个采血的管路 所以造成了当时非常集中的某一个村子 整个这个撞牢力都感染了HIV 那么到现今呢 我们98年我们国家颁布正规的这个献血法之后呢 都统一的进行的 统一的这个管理 包括现在的采血啊 都是非常的规范的 一人一套采血针 是不重复应用的 而且也没有像当时的这种成分采血 所以呢 献血对于广大民众来说 是非常安全的 是不会传染HIV的 我们下期再见